第三三題,三三題到三四題題組,已知硝酸甲在不同溫度下的溶解度如下表1,一恩座溶解度實驗時,取甲乙丙丁四四管,各裝10公克水,其水溫及加入硝酸甲的質量如下表2所示,請回答下列三三到三四題,第三三題是問,甲乙丙丁四四管中,哪些四管的水溶液為飽和溶液, 那這裡面我們加入了硝酸甲,如果要配成飽和溶液,表示我們加入的硝酸甲的量,要至少要等於它所能夠溶解的最大量,那我們看到甲乙呢都是30度C,30度C100公克的水可以溶解46公克,那麼現在是10公克的水可以溶解4.6公克,而甲給了5.0就超過了,所以甲可以全部溶解之後還有剩, 所以甲是飽和,那麼乙呢給了5.5公克,當然更是飽和了,所以甲乙都是飽和的,而我們的 餅呢是40度C,那麼它可以最多溶解6.4公克,而現在只給了6.0公克,所以呢它可以全部溶解還沒有飽和,而丁呢是50度C,它可以最多溶解8.6公克, 而我現在只給了8.0公克,所以也是可以全部溶解沒有飽和,因此有飽和的是所謂的甲跟乙,所以第33題問我們說,哪些飾管的水溶液為飽和溶液,我們答案選擇是A甲乙, !